哎哎哎 你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任总 不好意思 李总 人我没拦住 你是干什么吃的 出去吧 您就是任总吧 你不是我们工地上开厂车小刘的老婆吗 任总 这个人我认识 她是我们厂车司机刘山娃的老婆 你不在农村好好待着 跑这来干嘛 李总 我想问一下 我老公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够结一下呀 这事我都跟你老公说了 你老公都知道 再说了 你没看见我在忙着吗 你先回去吧 过几天就给你结了 可是 我老公的工资都拖欠这么久了 你今天要是再不给我 我 我就不走了 哎 妹子 你先别我激动 李总 你看 人家的工资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下午给人家结了吧 任总 不着急 来 咱们先看正事 李总 我老公在工地上干活 受伤了 现在还在住院呢 我这马上也快生了 求求您了 把工资给我结了吧 我说你先回去吧 过几天我就给你结了 哎 妹子 你先等一下 喂 成务部嘛 你帮我核实一下 咱们沟地是不是有个产车司机 叫六三瓦的 如果清康熟失 下午就给他把工资结了吧 第二位 再给他一万块钱的补助 行 就这样 谢谢 谢谢任总 没事了 妹子 是我们这边做的不够好 你先回去吧 下午就给你把工资结了 哎 哎 谢谢 谢谢 任总 您这是 喂 人是吧 你把咱们项目部的李总 都调到后前部 对 就这样 任总 你为了个农民工 至于吗 更何况 咱们还是亲戚呢 你还知道是亲戚啊 这点钱也许在你眼里不算什么 但是在他们眼里 那可是救命和孩子买奶粉的钱 你这要做 还有良心吗 爱情总 哦 对了 最后我再付出你一句话 做人丢什么 不能丢良心 忘什么 不能忘善良 你别忘了 我们也是从农夫 一步步走到现在了 怎么 忘忘了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